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登记号是三十六号 谢谢 大概什么时候有通知呢 回去等消息 好吧 谢谢 你的登记号是三十七号 谢谢 你的作品登记号是三十八号 好的 手机号码 一三八一一四二五八五零 请问什么时候有结果 回去等通知吧 有了结果会通知你的 谢谢 下一个 这次征集的所有作品 一定要好好选一选 选出真正的人才 知道了 你们知道 Auto来了个新设计师吧 知道 知道还是不知道怎么知知无误啊 知道 她是陈青若的女儿 刚从法国留学回来 她和我是中学同学 这个人挺聪明的 是吗 我只知道她有个傻乎乎的儿子 我想想说 你真正的 我对他们做了 打得 Yi 潘虎 你干什么呢 找我班 那 那什么 找陈总啊 她刚刚出去了 不在 你当我傻呀 我都听见她在里边了 门户 门户 谁让你进来的 敲门了吗 我到我老爸的办公室 敲什么门呢 那也太见外了吧 陈总 对不起 我没拦住他 进来干什么 老爸 这可是我费了一晚上的脑袭 刚才想出来的 最新出炉的 非常成熟的策划书 我准备收购一个烂尾楼盘 进军房地产 您给我投点资吧 行了 行了 没看见我正敢盲合同吧 以后啊 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要再打管 这怎么是乱七八糟的呢 我这次可是认真的 只需要两千万的启动资金 恩户 我说句话你可别介意啊 上一次 你也做了一个 非常成熟的策划案 要开那个什么 得意忘形酒吧 是吧 结果呢 你赔了两百多万 据现在可不到三个月吧 田秘书 有你这样的吗 不帮我说好话 还拆台 来了 这件事机啊 回家再说 你先出去吧 老爸 我这次是真的 你哪一次不是真的 你做过一件靠谱的事吗 还收购烂尾楼 要是好像我 他能烂尾吗 没脑子 你也太瞧不起人了 你救我这一个儿子 就不能好好再陪再陪吗 幸亏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要再多一个儿子 我还能活吗 我说你就不能跟你姐好好学学 让老爸省点心吗 老爸 我这次 我真的是认真的 田秘书 带她出去 安护 别说了 出去 老爸 你不能只在陪我姐不在陪我 好了好了 你别听姐了 你一听姐就更没法再谈了 出去吧 出去吧 爸 我这次是真的 我送你啊 老姐 老姐 奔户 你干嘛呢 你今天怎么突然跑到公司来了 我是来谈生意 你看一下 这是我写的策划书 准备进军房地产 给你个投资的机会 干嘛给我看 你去找爸爸呀 我刚被他赶出来 前面不是投资个酒吧失败了吗 他就一棒子把我打死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 没有得以往刑酒吧的失败 哪有进军房地产的成功 你先帮我看一下 然后再给他看 只要你同意了 老爸一定会说没问题的 我已经够忙的了 你自己去找爸爸 老姐 你真是太瞧不起人了 你对你唯一的弟弟怎么能这样 随随便便打发出去 我的这个策划书 可是花了一千块钱找人写的 你刚才不是说你自己写的吗 谁写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可行性 好了好了 你快点回去吧 我快忙死了 回家再说 我又不是来找你要钱的 我只是想让你看下 我写的东西而已 这点面都不给 你算什么老姐 恩货 你等一下 干吗 你把策划案留下吧 到了 就是这里 老板 开班 老板 开班 好 辛苦各位了 好的 来 好 来 喂 果果 晚上过来吃饺子吧 我的设计稿刚交上去 下午没事咱们包饺子吃 我现在哪有空吃饺子呀 我正忙着呢 依拉 我跟你说 我要发大财了 什么情况 回头见面再细聊 我先挂了啊 拜拜 我们这一段 绝不是传销 我们是新鲜的 最时髦的 最有信念 最快致富 最最环保的电商 一文名叫一连窗那个 我们不要每天辛苦地给别人打 不要每天小心翼翼看老板的脸色 只要我们有幸福 有报复 有行动 成功 就在眼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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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各位 下午有货多介绍点 老板啊 拜拜 сят시간 转发小型 如果你们要吃素费 モ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别动 不许动啊 追上手来 别开箱 等一下 我已经报警了 你给我老实点 别动 喂 喂 玉桃 在哪儿呢 我在我湖边的房子里呢 有时间吗 一会儿见个面 有时间 那一会儿咱们俩一起喝茶吧 好 那一会儿见 好 一会儿见 真的对不起 有你这样的吗 又是举起甩 又是蹲下的 我还以为金劫匪的呢 对不起了 好了 好了 二位 都别生气了啊 这事要怨 怨我 我要是早点通知你们俩的话 就没这事了 是吧 没了 我表辑他 前段时间被几个惑人袭击了 所以他这心里可能留下点阴影 是不是啊 你这次啊 真的吓到他了 小宝 你看那样子 我 我看了心里真不舒服 快去洗洗啊 要不你拖下来 我帮你洗洗 不用了 哥 你还是再给我找件房吧 我和他一起住不方便 别啊 人家一来就住几天 等找到工作就搬走了 再说了 这儿这么大屋子 你们俩一人住一间 谁也别影响谁 行吗 不是 哥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习惯了一个人 我和他真的住不了 你说这臭箱子 没事 杨总 没关系 我可以去我朋友那住 你朋友哪儿 方便吗 你朋友哪儿 方便吗 方便 她是我大学同学 我最要好的闺蜜 他刚找到一个管吃管住的好工作 今天太晚了 我先跟他挤一晚上 明天我就搬走 好 这样也好 没想到我 你别我走啊 我公司里这儿近嘛 来 喝茶 好 这上次的事没办成功 我还以为你生气了 不想见我 我哪有那么小气啊 不过当时我确实挺生气的 但后来想想啊 商场如战场 你姑把我们凹凸当作是假想敌 肯定是不乐意转让给我们的 我姑妈和你爸爸 简直就是一堆冤家 他俩以前的故事 你听说过吗 我爸不会跟我说这些 不过我听别人说 他们俩年轻的时候好像好过 都谈婚论嫁了 不过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闹掰了 可能是因为我妈妈的出现吧 我妈明显比你姑漂亮 你这叫什么话 你见过我姑妈年轻时候长什么样吗 那简直就是一个大美女啊 好好好 你姑姑是大美女 要不怎么会有你这么个 大帅哥侄子呢 这倒是真的 我爹先是和我姑妈长得很像 少处没了 拜托你个事啊 说 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一个表弟是做律师的 是啊 怎么了 是我弟的事 他呀 整天异想天开 想打政策的擦边球 收购什么烂尾楼盘 进军房地产 做了个乱七八糟的策划案 谁说也不听 非要我爸给他投资 张口就是两千万 如果能有律师针对法律上的问题 对他这个策划方案进行专业的评价 让他知道风险 他也就不会再这么固执了 这倒是 随便拿给一个律师看 也不太合适 但是 我想让你表弟帮忙看一看 行不行 小案子啊 那你把他电话给我 我和他联系啊 不用了 我跟他说一声就行 你放心好了 我交代给他的事 他绝对会认真罢好的 放心吧 喝水 好 好吧 好 战畔 爸 孙总啊 要的那批旗袍设计图我看了 非常不错 可是有一款在颜色上 能不能做个微调 我看看 就这个 你觉得这个颜色有问题吗 董事长 刚正常来电话 说明天上午区长 带着省里的领导来咱们公司视察 我知道了 可 电视台企业家枝窗 愿意明天上午去做直播节目 推调吧 领导视察重要 好的 董事长 张秘书等一下 爸 这么好的宣传机会 推调多可惜啊 我替您去吧 对呀 你去比我去效果更好 谁愿意看看 遭老头子在那儿讲经营啊 你该多露露脸 好的 我现在通知监视台 好 颜色你看看啊 我觉得有点偏蓝 好 喂 果果我到了 你在哪儿呢 一蓝 我在这儿呢 你从那边绕上来那边 好 小心一点啊 好 好 好 厉害啊 你还真能找到这地儿 你说的年薪二十万的单位 就是在这儿啊 不是 我们工作的地方在大酒店里 这是我们住宿的地方 是吗 这么晚找我干吗 我想在你这儿住两天 不行不行 我这儿不太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 我和你挤一张床不就行了 真不行 果果 你是不是在干什么坏事呢 你到底在干什么工作呀 还要去大酒店里上班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这儿 人太多了 我看看都是什么人 来 来 起来 什么情况 你是不是碰到坏人了 没有 我们公司的口号是 要想出人头地 必须头先着地 先苦喉甜嘛 你也加入吧 免费的培训 不收一分钱的 我们很快就能成功了 船箱 错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是电子商务 允费的培训 果果 你可别被人骗了财 又骗色 我就知道跟你说不通 咱们还是求同存异吧 你还住吗 那些人是什么 你也看不通 我也是 那些人是什么 有没有 你会不会有信 我会不会有信 你会不会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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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好意思 我要取点东西 顺便洗把脸 进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坐吧 我在找我的充电器 你不用管我了 不好意思 我在这边看一下 你的充电器 谢谢你啊 你喜欢吃油条啊 健康栏目上说油条是第一垃圾食品 因为它要在油锅里经过高温 油又反复使用 所以既没有营养又可能治病 还是少吃为妙 豆浆虽然是好东西 但是不能和鸡蛋一起吃 要不然会消化不良的 吃饭的时候看东西更不行 会影响营养吸收 这么明白 应该很快能找到房子了吧 你放心 我很快就会找到房子的 找到房子我就搬走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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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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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小夕 你好 杨哥 欢迎欢迎 唐大律师在吗 在 这边请 您请 唐律师 杨哥来了 谭鹏 哥 老母啊 还行 坐 打赏你那个人现在怎么样啊 判了一年半 赔了三万块钱 活该 这样的人太嚣张了 连大律师都敢打 对了哥 你找我什么事 我今天来找你啊 是有点事 我有个朋友 他弟弟想收过一个烂尾楼盘 我想你从法律的角度上 给他泼泼冷水 什么朋友 杨哥 你喝茶 谢谢 女朋友 女朋友 你叫女朋友了 哥 什么时候代帅让我认识一下 以后有机会的 他这弟弟啊 总是不务正义啊 你先看看 他做的策划方案 来 看看 看看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世界之双栏目 请来的是 奥夫之一首席设计师 陈志佳 她的策划写得也太荒唐了 陈志佳 请您介绍一下你自己 是挺荒唐的 大家好 我是陈强元 我在法国留学三年 学的专业是服装设计和管理 这次毕业回国 在秀水镇凹凸置衣工作 希望能够设计出更多更好的服装 谢谢 哥 这是直播吗 直播 哥 我出去一趟 我们回头联系 你什么情况你啊 你去哪儿 回头联系 这都是什么情况 您好 请问一下直播室在哪里 在五楼来遍 谢谢 好 不客气 你好 你好 你是在见我吗 是吗 冒昧地问一句 那天晚上把我送到医院的人是你 对吗 你康复了吗 是啊 太谢谢你了 我一直在找你 不用客气 你浑身是血的 晕倒在路边 是谁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你是在电视台工作吗 不是 我是看了直播后 专门赶过来找你的 看你跑得气喘吁吁的 举手之劳 不必挂在心上 我想好好谢谢你 求你中午有时间吗 可以请你吃个饭吗 不用客气了 你能来找我 究竟足够了 可是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请等一下 这是我的名片 原来你是律师啊 是啊 如果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 请随时跟我联系 好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可惯 department 有机缘吗 飞摇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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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去啊 大哥 求求你们让我走吧 你早来会员了吗 就想走 没有 我打了很多电话 可是朋友们都说是传销 不敢来 你再想想办法 公司给你们培训这么久 管吃管住 城北的花多少钱 你们总得让公司赚回来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鱼姬一想 总会有人愿意来的 我说你别哭了 回去 你别再哭了啊 好像搞得我没虐待你们一样 不准哭 大哥 我一直在联系人 我二舅可能会来 你让我走吧 那你就等你二舅来了你再走 也不差这两天吧 你顺便再联系联系 你的二姨父二姑父什么的 来多了更好 你的提成不也多吗 那我上个厕所行吗 可以 我跟你去 你跟我去 那我怎么上啊 那你就别上了 我 我上 我上 早说嘛 走 看看 好 大哥 我还要跟进去啊 把手机给我 快点的 你抓紧上啊 可别想跑 要不我可翻脸呢 快 快点 com one 二楼 哪里 Hip 哪里 não 说话 程老板 来 里边酒 注意脚下 程老板 你看看我们这楼盘 请欧洲设计师设计的 高顿大气相当次 地理位置就不用说了 那是相当不准 周边的配套设施 那是相当齐勇 要啥有啥 只要一完工 那肯定是大卖 跟你说实话吧 我们要不是自己练锻子 也不能出此下策 这个嘛 我都知道 咱说点实际的吧 我呢 就希望你们把报价 降到最低 不要失去我这个重要的客户 不是谁 都有实力接手你们这个烂摊子吧 对对对 人家说的对 来 这边拍 现在也不ون色 没问题 给我们帮行 去我们一个人 要。。。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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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没有啊 马上 马上 我说你快点 这么磨叽 哎呀 你看我们这楼房多大呀 现在逛半天了 才走一半 赶什么玩意啊 这什么东西啊 哎呀 十块钱 哎呀 那十块钱 丑老板 这好兆头啊这是 你要接受我们这楼盘 天上都掉钱呢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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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 扎 扎 这 SOS 这什么意思啊 扎 哎 这啥意思 钱上怎么还写字呢 这是国际求救信号 是不是有人求救啊 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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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来 来 走看看去 走走走走 哎 你们三干嘛呢 哎呀 我是这个楼盘的新老板 我是这个楼盘的新老板 我是这个楼盘的旧老板 你是干嘛的 哦 两位大哥 我 我 我没事 我在这儿玩呢 你看 玩 玩呢 老板救命 他们是搞传销的 他们对我们非法拘禁 说什么呢 走 走 给我走 放开他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你竟然敢抢抢美女 大侠 没有 我和这姑娘闹着玩呢 姑娘 是不是 谁跟你闹着玩呢 大哥 不 大侠 那边还有我几十个姐妹 你们去救救他们吧 臭流氓 你们还是个半队团伙 大哥 大侠 误会 绝对的误会 小弟就是在这儿闹着玩的 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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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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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哥就是堂伙 怎么的 得得得 干啥 有事说说不带动手的啊 弄他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一分钟致力就当 你们都给我等着做牢吧 警察 跑什么快